第2246集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难受 所以这一招对他们来说 简直是百事不爽 真是一下 他们都老实多了 叶子昂颇有同感地点点头 看来这些家伙们 还是需要有点强力手段才行 对 本身就是超脱自然的存在 骨子里有些傲己 要是用对付一般人的手段对付他们 还真的未必管用 那个部落里的人怎么样了 暂时都安置了 只是他们的组长不服气 他说这一切都是我们造成的 他硬要说带着一众亲信回去 重建部落 叶子昂无奈地摇摇头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自欺欺人的 他们的事情不用去谈 谈也没有用 你永远都叫不清一个装睡的人 他的部落已经没有了 找不到了 他要回 就让他回远古世界里 被妖兽给吞是吧 是啊 他就这么装睡 天机已经跟他沟通过几次了 不过没用 他身边有几个死忠 看那样子 还是想东山再起 不过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部落里的人 对他已经没有信心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 自娱自乐地 咕咚别人 我去看看他 如果这老小子不听话 那就让他自己滚 他想死可以 但是他也别带上别人 族长 都到这一步了 你还是不肯相信 我们的部落已经消失了吗 天机显得有些无语了 他觉得自己没有见过 这个族长这么难缠的人 部落是真的已经没有了 而且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他也清清楚楚地看到眼里了 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承认 这是事实 他现在还想鼓动着自己的族人 企图东山再起 我不信 我不相信 天机 这一定是你搞的鬼 部落消失跟你有着脱不开的关系的 这些事情 这都是你所造成的 都是你 如果不是我 现在整个族的人都已经消失了 我的大族长 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你 我也懒得劝你了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还有可能挽回这一切 那你就回去吧 你带着相信你的族人回去吧 我绝对不干涉 但是 我们大多数的民众都是无辜的 他们愿意相信你 也可以跟着你走 我也不干涉 不过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要想清楚 能不能复得起这个后果 行 我现在 我就 带着愿意跟我走的人 去走 我们的部落 是神赐于我们的地方 我就不相信就这样消失了 神是不会放弃我们的 族长激动地说 他说的这几句话 是发自内心的话 他虽然争权夺利 但是他对他们部落信奉的神 那是真诚的 他相信神一定不会抛弃他的 哼 真的吗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从外面走了过来 那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神指示你的吗 你敢对着你们的神发誓 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件 对不起他的事情吗 你敢吗 魔鬼 你就是魔鬼 大组长盯着叶浩轩 他狠狠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我们的族人 会继续在那个地方 安居乐业的 是吗 那你问问你的族人 他们真的愿意 还在那个地方 继续过着你们 原始一般的生活吗 叶浩轩向外一指 只见门外站了一群人 这些人都是部落里的人 相信我的 现在就跟着我走 我们回去 找到我们的家园 哪怕是我们的家园毁了 我们也要将它重建起来 因为它是神赐于我们的 组长双臂一挥 激昂地说 我们回去 哪里是我们的家 作为大族长 这家伙最擅长的就是 激励人心 他觉得他自己的这几句话 就能让他的族人激动起来 然后不顾一切地 跟着他离开这里 可是这一次 他却要失望了 他慷慨激昂地讲了半天 人群里面静悄悄的 甚至没有一个人 回应他一句话 你们不赞通我的话吗 看着自己的民众一点目染 组长不由地怒了 他不相信自己的人品 差到这个地步 大组长 一个少年轻声说 虽然我们刚出来一个晚上 但是我觉得外界的东西 真的是太好了 我就好像是来到了一个新世界 我们晚上睡得十分舒适 我们不用再用艾草去除蚊虫了 我们晚上 也不用点火照明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 才是人类应该生活的世界 而不是我们守着 我们祖先的传统 世世代代地生活 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少年的一些话 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 所有人都点头附和 是啊 大组长 我们应该改变一下生活方式 对 我接触到很多东西 这些东西比起我们的生活 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我不想回去了 真的 大组长啊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那么久了 祖祖辈辈都是以成不变的生活 我们落后了 他们称我们为原始人 大组长怒了 你们才出来一个晚上 你们就已经忘记你们的祖宗了吗 你们忘记了你们的一切了吗 我们没有忘 但是我相信 我们的祖先并不是想让我们 一直过着原始的生活 只要我们心里有他就行了 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甩出去太远了 如果继续守着我们以前的生活 一成不变 那我们永远都是原始人 哪怕是我们的祖先 也一直是在努力地做着改变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过得更好 不是吗 现在有一个机会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明明有机会比以前过得更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守着过去一成不变的生活 对 达基斯说的对啊 达基斯是智者 他能预测未来的 这一次如果不是大祭司 我们恐怕都已经死了 我们要听大祭司的 天机的这一席话 让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他们觉得天机的话 那才是说到了他们的心份里面了 哎呦 那个舒坦这就甭提了 所有人都激动起来了 他们都不想回去了 你们 你们要造反吗 大祖长 我们部落之间靠的是信任 靠的是对神的忠诚 我们部落存在了上千年了 从来不存在造反不造反的问题 你是高高在上的习惯了 所以你不把我们这些民众放到野里了吧 啊 对 那明知道回去就是送死 为什么还要回去啊 我们以后推天机为大祖长 兼大祭司 你们 你们都不想回去了 你们都忘本了吗 大祖长简直怒了 他也不敢相信 平时对自己恭敬无比的这些人 现在都反对自己 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大师所向 如果我是你 我就不挣着了 我现在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如果你回去 那就是送死 你们的部落已经不存在了 而且现在远古世界里面 夭手横行 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你回去的意义何在呢 不可能 我们的神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天机 我们已经找好安置点了 在距离这个地方数百公里外 一个新城的小镇 你现在就带着你的族人过去吧 以后开启全新的生活 就跟以前的生活说再见吧 好的 天机点点头 大组长现在已经疯了 没有必要理他了 而且现在 天机是民心所向 以后部落里的子民可以安居乐业 再也不用过着原始生活了 大组长 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就走吧 如果你想回去 那就抱歉了 你自己回去 天机回头看了大组长一眼 大组长双眼无神 直到现在 他才意识到 现在他是大势已去了 以前的民众再也不吃他这一套了 走吧大组长 我们不能回去了 他的一个心腹劝他 我们得顺应这个时代 我们的那个时代 已经过去了 是啊 我们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大组长 但是大组长冲耳不闻 他这一次离开 就再也没有打算回来了 叶先生 通道里面已经平静下来 量子波动平稳 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 进入远古世界里面了 一名科研人员跑过来 对叶浩宣说 那好 科研组暂时按兵不动 找几个人跟着我进去 先探探里面的路再说 可是 我们现在得需要得到第一手的数据才行啊 数据重要 但是你们的人身安全更重要 行了 先不要谈这个了 我们先进去探探路 如果这个地方是安全地带 那就可以进去 如果里面是兄弟 恰好是一些夭壽的老巢 那就要从长计议 哥 这一次 我陪你一起去吧 叶子昂走了过来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不要 你现在是统领 我们还指望着你在这里主持大局呢 你可不能进去冒险 里面的事情交给我就行 你在这里等着消息吧 我没你想的那么不堪吧 不是不堪 而是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 你不需要冲锋陷阵 你要记着 你是这群人的领袖 你是指挥 行了 我去准备一下 带上几个人去里面看看 天黑之前一定会出来的 那 好吧 唉 远古世界里面 是有区域划分的 一些地方都有着各自的领地 通道刚刚形成 你们可能会误闯到其他的地方去 所以进去以后 务必要小心 放心吧 这里面我可不止一次进入了 算是比较有经验的 去好好安排一下 接下来的时间会很重要 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侦误者来凑热闹 你可得把这也关拔好了 好的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把这里管好的 你在里面 也一定要小心 半个小时以后 叶浩轩带着几个人 进入了远古世界里面 这个新出现的通道 足足有五百米长 可以说是 这个世界上至今为止 发现了最大的通道 有了这个通道 华夏在远古世界里面的话语圈 将会加重 大家都把防护服穿上 因为远古世界的通道 还没有稳固 所以我们有可能会闯入 西方世界的领地 那个地方的凶险 虽然没有我们自己领地的凶险 但也不是好指的 所以我们现在务必要小心 另外六位 你现在要离开 还来得及 叶浩轩转身对六位说 这小狐狸一直缠着他 非要进入远古世界里面 见识见识 叶浩轩 那是真的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 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要跟着你一起去 我也想看看 西方世界传说中的恶龙 是什么样的 那好吧 叶浩轩也无奈 这小狐狸现在的智商 像是刚刚觉醒 所以对什么事情都十分好奇 他想去见识见识 那就带着他一起去吧 只是不知道这小丫头 到底会不会害怕 但是这小狐狸 它的这小狐狸 无奈 无奈 是你